因此为了要积极回应太平洋三友邦的热情邀约 展现我对太平洋友邦的重视 持续深化与友邦紧密友好的伙伴关系 赖总统率团飞黄友邦 这一次的出访是以繁荣南岛智慧永续为名 赖总统的核心目标期许希望达到三个永续 第一是智慧永续 希望与友邦分享经验 共同来建立经济任性 第二是民主永续 希望借由此行与有共同价值理念的民主伙伴 大家可以深化合作关系 第三是邦誼永续 期盼两国未来能够持续前行 在双方互惠互助的基础之上 各项合作基础领域都能够永续的发展 也创造双方的人民复制 想请教 好 祥源刚刚很关注说这一次是赖总统第一次的出访 那外期就关注说总统会不会过境到美国这部分 那先前传说是会过境到夏威夷跟关岛 那关于这个部分的话 目前可以透露到哪一些咨询 谢谢你的问题 那么相关过境的安排 我们都在仔细的规划中 目前呢也不方便向各位透露 不过呢 我们有几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我们一定注意安全 第二个我们要注意尊严 第三我们要便利 第四当然我们会主动比较舒适的一个行程 那么目前能够这样的大概是 可以这样